在不久前的查尔斯阅兵仪式上,威廉王子的女儿夏洛特公主再次成为了全场的焦点。 小夏身上有一股神奇的力量,让威廉王子和平凡人家的爸爸一样,在公众场合也要把女儿小夏捧在手心里,丝毫不在意大家称她为女儿奴。 大家好,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,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,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 我们接着往下看,作为爷爷的查尔斯,看小夏的眼神里更是满眼的宠溺,网友都说,小夏身上有女王的影子,无论武官,神态还是气质。 查尔斯做王储几十年,被女王庇护了几十年,那时候的她,虽然没有如今身在王位一呼百应的威延和尊贵,但却可以心安理得享受王室里最好的待遇,又不用为繁忙的王室公务过于操心。 如今女王不在了,王室里的大小事都要查尔斯过目,不过现在最让她头大的,还是她的老宝贝卡米拉。 女王在的时候,卡米拉卑躬屈膝,形势低调,做事从来不讨价还价。 可是,女王这一走,卡米拉经常会无理取闹,要点珠宝首饰美食古丸,查尔斯都能满足她。 但她现在完全不满足这些物质需求,她总是想挑战王室的传统和规矩,想让威廉给她行贵拜礼,不准凯特带王冠,不许凯特在她面前出风头。 想要查尔斯给她的儿孙们王室头衔,想让威廉罗地方把肯辛顿宫腾出来给她的儿子汤姆住。 卡米拉一直在给查尔斯出难题,这让查尔斯更加想念女王在世时的美好时光。 因此,每当查尔斯看到小夏公主的时候,她的眼神里就会流露出无限的温柔和怀念,她多么希望女王还在。 这样她就不用遭这种罪,天天处理不完的公务,还要为卡米拉和凯特当和事佬,这些林林总总总是让她一个头两个大,她感觉自己的身体真的快要吃不消了。 她想把公务交多给威廉和凯特一些,卡米拉又说她没心眼,挑拨说凯特本来在民众中人气就已经很高了,她再这么放权,小心到时候收也收不回来,王位还没暖热,就被儿子夺了去。 可是查尔斯想让卡米拉和她一起去执行公务,她又耍无赖,说查尔斯不答应给自己的儿孙王室头衔,她就永远不去。 作为王后不履行王后职责,这怎么行? 安妮公主看不下去,就前来督促,可是卡米拉根本就不照面不接话茬。 她现在是只想要利益,不想干活,这不前几天软磨硬泡的又从查尔斯那里争取了一个苏格兰纪骑士。 要知道之前王室对苏格兰纪骑士的选拔非常严格,不但是要有正宗高贵的皇室血统,还必须是在某个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人才有资格被授予这个荣誉。 但现在她卡米拉和这两点要求不沾一点边,却获得了如此殊荣,不过有什么办法,查尔斯现在真的是对她泼妇情节已经束手无策了。 目前唯一让她感到安慰的就是酷似女王的小孙女。 担心儿子媳妇心机重,想要篡位,孙子孙女都还小,他们单纯可爱,她就大可不必有这种想法。 不过让她感到无法接受的是,夏洛特和另外两个小王子,一直都是他们的外祖母卡罗尔在照顾。 孩子们和她查尔斯这个做亲爷爷的,平时都不怎么亲近。 小孩子可不就是,你若真心待她,她当然也是可以体会得到,并给予加倍回应的吗? 瞧瞧小夏这一脸崇拜,依赖和幸福的小表情,足以看出威廉平时有多疼爱几个孩子了。 哪像她查尔斯,为了一个外边的女人,老婆孩子都不顾了,就只想着去做棉条。 夏洛特公主优雅地站在父亲威廉王子的身旁,沉浸在被爱的幸福和快乐当中。 威廉王子则甘当女儿奴,将双手轻轻地搭在宝贝女儿的肩头,时不时对小夏头来爱抚的眼神。 她仿佛在告诉全世界,夏洛特是她的骄傲和心头肉。 威廉细心地照顾着女儿的一举一动,她时刻保持着微笑,不时与夏洛特交流,传递着父爱的温暖。 查尔斯对夏洛特的宠溺眼神更是让人感动。 作为夏洛特的爷爷,她对她的疼爱溢于言表。 每当夏洛特转过头来,查尔斯的眼神中都充满了爱怜。 格戴钦这种说法,果然很神奇。 这次白金汉宫的合影看起来就很和谐,没有卡米拉尔孙们出现的画面,看起来格外干净,这才是英王室正确的打开方式呀。 此外,查尔斯在完成加冕仪式后,第一件事就是开始秘密筹备自己的葬礼。 她将自己的身后事命名为梅奈乔,隆重感,奢华度皆不输于在位七十年的伊丽莎白女王葬礼规格。 这场仪式,类似于死亡暗号,寓意王朝势必会更新换代,如今唯一拥有延续王朝历史能力的王子,只是戴安娜的大儿子威廉。 但如今端坐在王后宝座之上的卡米拉,是被大家承认的最强上位者,当她还是平民夫人时,就疯狂垂涎查尔斯身边的王妃位置。 好不容易熬到婆婆闭眼,才迎来转正,查尔斯登基维蒂奈克,她顺势夺得王后权杖,戴上镶嵌2200颗钻石的桂冠。 可惜,她终究还是露出马脚,加冕日当天,无意间将伪装多年的野心一一体现在明面。 为彰显自己的特殊,也为了独美,卡米拉禁止所有贵族女眷佩戴王冠官礼。 与查尔斯接受百姓敬拜时,更是下意识露出扬眉吐气的笑容。 等宾客入场发现,最前排贵人竟全是卡米拉的关系户,自己家族人士旧罢,人群忠敬还有她的前夫,以及前夫与爱人的孙子辈。 卡米拉的做法确实大出风头,但也无形间将查尔斯的脸面踩在脚下。 一个男人,在没有实权前,真爱大于一切,但若掌握话语权,真正掌管国家命脉,她心中不免多了点考量。 若卡米拉拥有王室该有的端庄,不给她丢人,每次露面还能彰显英王室的气度,查尔斯自然不会与她离心。 偏偏,卡米拉刚上位后的一系列操作,直接让英王加冕李沦为全国笑话,所以架空是无奈之举,更是保住英王室的必然之路。 自家缅日开始,查尔斯拒绝卡米拉去公众面前刷存在感,对外只宣称那日运动量过大,王后被垒病倒,未来至少得卧床休息半个月。 在这短暂十几天里,卡米拉地位迅速下滑,威廉顺势踩着她的脸面,成为实际掌权人。 第一步,查尔斯直接架空卡米拉前夫安德鲁的公爵权力,让她徒留皇室身份,却被各大重要计划排挤在外。 目的是为清扫卡米拉的裙带人士,否则等威廉上位,这些人的反对声,作妖行为,绝对够心地吃一壶。 第二步,公布葬礼,查尔斯先借双手严重肿胀,重度颈椎病为由,提前筹备葬礼,并将大部分事宜交由威廉处理,美约齐宁提前锻炼。 查尔斯这一举不为别的,就是堵住卡米拉的嘴,既然知道自己寿命已不长,自然不会过度理会王室反琐事,等心先赶过去,索性将掌管权权移交给威廉。 有理有逻辑,即便卡米拉想以王后身份阻拦,也得考虑一下,是否会遭到忠臣们的群起公知。 这两步不算高明,却很有用,威廉一眼便明白老父亲的意思,顺势公开表示,等自己上位就会创办新政策,利用改革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。 正是即位后,她定会为母亲戴安娜报仇,到时卡米拉好日子算是彻底到头。 此时她若出手,卡米拉必定沦为带宰鱼肉,但父亲毕竟爱了她52年,投入一辈子真情,她怎么也得顾忌父亲面子,给继母表面尊重,但想让她恭敬有礼,万万不可能。 威廉就有曾说过,王子殿下最厌恶那位继母,总说若不是她各种引诱父亲,戴安娜,王妃也不会离婚,更不会后来在巴黎出车祸撒手人寰。 威廉从未原谅过卡米拉,心中自然没萌发出一丝敬畏爱戴心。 偏偏,卡米拉疯狂作妖,一步步失去查尔斯的保护,属于她的未来结局,或许连最后体面都不配拥有。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评论区留言,我们一起探讨,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,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,我们下期再见。